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稣向他跪下 说 你若看 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动了慈心 就伸手摸他 说 我看 你洁净了 大麻风及时离开他 他就洁净了 耶稣严严地嘱咐他 就打发他走 对他说 你要谨慎 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又因为你洁净了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做证据 那人出去 倒说了许多的话 把这件事情传扬开了 叫耶稣以后不得再冥冥的进城 只好在外边 荒野地方 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 当我们读到这段话语的时候 刚才书字已经带给我们 让我们了解 今天我们进入神的全能里面 我们可以从神的大能当中 得到释放 得到帮助 可是我要先带大家来了解这段话语 这段话语说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 他为什么会来 为什么他会愿意来求耶稣 是因为他听过 他知道耶稣是有这个意志权力 他知道耶稣 他愿意意志人 所以他听了听了 他就觉得耶稣要到我的城里面来 所以他就赶快地来救庭 来找耶稣 来求耶稣 那他求耶稣 跟别人不太一样 别人只是来看日耗 来看看耶稣 可是这个麻风病的人 他跪下 他跪下 超过我们常人 我们今天说一个男人 或者是一个女人 你说要他跪下 那真的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 可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跪下 他说 你若看 必能叫我捷径了 你若看 必能叫我捷径了 这段话语 我们看见了 这个麻风病的人 他一方面在那边求耶稣 一方面他行动跪在神的面前 可是他经理明白 你若看 主耶稣 假如你愿意的话 我必能得到借金 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信心 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说主啊 我信 可是当我们的信心在暴风雨的当中 在患难的当中 或者是遭遇到一些我们难以预料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就会开始摇摆 求主真的帮助我们 点灵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主若看 主如果愿意 当然 神要我们学习 这事若是出于神 我就默然不语 可是神也愿意我们学习 如果主祂愿意 主祂愿意 那么我们就必然会得到 他祂不是说吗 你们祷告信使得着就必得着 你相信你祷告完了以后 你安问了以后 你知道这件事情神必随听吗 也许你说神还没有垂听我的祷告 可是神还愿意我们了解 今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把主权交托在神的面前 抓 你愿意怎么成就 你若难 你若肯 你若给我 我就会得到 可是如果主耶稣祂的旨意不是要把这个东西给我们 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就算我们再怎么呼求 再也怎么用宗教术语 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到的 你试试看 你向神求让你奏统一发票一百万 现在好像有千万 当中一千万 你说主啊 让我奏假 你相信吗 上帝不会听你这样的祷告 祂不会听你这样的祷告 为什么 因为上帝 祂知道这个钱对你有什么好处 这个钱对你有什么用处 真的求助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了解 当然我不是说 上帝啊 求你给我钱财 给我一千万 一百万 好像是错的 不是 你可以祷告 你可以仰望 可是当我们仰望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道道说 祝你若看 我必然会怎么样 我们有一个传道人 他想买一台新的电脑 当时候的电脑差不多是五万块钱 他说上帝啊 给我买一台电脑好不好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听他的祷告 一天一天 一千年过去 他心里面很坎道 他说上帝 你如果要给我就是给我 你不给我 我也没有花奖 结果上帝让他做呢 他弥法庄里面的好像地基酱 五万块钱 他高兴的要命 他感恩在神的面前 神 祂知道我们的需要 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 我们了解神还要祝福 要保守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说 上帝 如果你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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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就会得到 如果你不肯 这事若是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 你若肯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正在为一些事情祷告呢 你有没有正在为一些事情呼求神呢 你不要强求神 说神啊 你一定要如何 你乃是说 祝你若肯 你若愿意 我在神的面前 必然会得到这一些 求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 经历生命的改变 经历生命的改变 一个生命如果能够改变 那会带来莫大的祝福 我们上个礼拜 在视听班的时候 提摩台班的时候 我们放映了一个叫做张静毅老师 张静毅老师 这个他的幸福过程等等的阶段 那参加过福音队的人 大概对这个都不陌生 因为我们拿这个在监狱里面 我们拿这个在一些平常的步道 我们也都是用这段的记载 为什么这个故事会那么的吸引我们 是因为他所说的是非常手动 他讲到他被抓进监狱里面去的时候 他还说得出来是台中监狱 第几班 谁是主管 那当时候他做了一些事情 因为别人要卖烟 他说最好不要卖烟 所以他不听不听 他们就动手 打了他 那监狱就惩罚他 把他们绑起来 绷起来 脚手绷起来 然后把他倒立 然后从楼上 把他搬到楼下 然后在楼下搬到楼上 等等的这些的过程 当然 我有一次忽略了 在监狱里面 尤其是在台中监狱里面 那我放映了这一段片段的这个坏话 哇 我紧张 底下坐的都是点狱长 都是他们的脑袋比我还清楚啊 那这等一下 不知道要怎么闯破了 所以坦克了 后来在片子上看过去 感谢主神保守 没事 我也不知道后来有没有事 那我们呢 我们也就是非常警惕在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他的改变 他里面所叙述的 真的是窮窮斗恶 哇 真的很多的事情 让我们觉得 这个张经义真的是坏坏坏的 我们说连生坏 他真的是坏 坏蛋你了 可是 他的生命怎么改变 他吸毒 他卖毒 他必须靠毒味 可是 当他送 他的妈妈告诉他说 喝什么 毒 毒灰 好 不是毒灰 那个 香 香毒的那个 那个 紫钱 紫钱烧了以后 然后喝 他说他一次喝八张 一次喝八张 那我说 这不得了了 但是他有心要去改 可是他没办法改 好了 那他的生命怎么去改变呢 是 他突然间有一天他想到 他有一个叫做福音戒毒中心 他就去 他不知道福音戒毒中心是怎么做的 不晓得 他想一定都是老套 一定都是把他绑起来 一定是到他戒断期 怎么样怎么样的 好了 来到了福音中心 当然他经历过这些事 他的生命 要不断的那种 戒断期出现的这种现象 所以有一天 他在这个戒断期里面说 产生现象的时候 他突然间做了一个祷告 他说上帝啊 如果你是真的 你如果你是真的 那么让我今天好好地睡一觉 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 他真的是很累了 他说好不好让我好好地睡一觉 上帝答应了他的祷告 让他一觉到天明 不但是天明了 而且到了早上差不多十点多 让他醒过来 他觉得他的身体是非常的舒畅 他觉得这一觉睡了 让他自己真的 没有在什么什么毒瘾 发作这些现象 而且就从那一天开始 他经历到神在他的生命当中 一个大的转变 神把他改过来 有人问他 你真的一点都不想 他说真的 他说真的 在这一段期间 他可访问的时候 已经距离 他上一次祷告的时候 已经是八年了 他说这八年里面 我没有受到这些的诱惑 所以他的生命真正的是被翻转 他说神还有很多奇妙的事象 他起来以后醒过来以后 然后他就觉得肚子饿 别人说你就是会饿 他说来 我已经给你预备好的戏 他说哪有这种事情 在借助中心 时间过了就没有了 你没造势来也没有了 所以他们必须是按规矩来做的 可是那一天他感觉感受到 这个童童是这样的爱心的来照顾他 所以他内心激起了他的心 他开始去帮助别的人 别人说我会很残忍 他说怎么残忍 他说你知道吗 你不经历的时候 我用手戳你的眼睛 他说我还得了 我的眼睛会不会戳 可是他说没关系 我就睡你边上 把门锁好 睡你边上 然后他车子打过去 你再怎么戳 戳不到他 很多这样的经历 他的生命有了改变 有了改变 虽然哥哥也迎着读过世了 但是在他的心灵里面 他的生命彻底的被神翻转改变了 今天我们谈的经历生命的改变 我们必须走过这一段 张经理老师当他去戒毒的时候 他多少个地方戒毒 多少次他说我要戒毒 我要戒毒 但是他还是被土民给吸引过去 弟兄姐妹 我们还记得过去有一段时间内 我们邀请了戒毒中心的弟兄 在我们当中 当然这个戒毒中心不是他们刚进去的 而是他们已经经历了这段起义以后 更新了 他们生命改变了 然后我们说我们邀请他们 来到我们教会来担任我们的首门员 我提出一个要求 就是他们必须穿衬衫打领带 我不要求他们穿西装 但是必须是这样的 所以有一个弟兄来了 哇大家看他真的是立顶的 站在那里给大家提供 我想有些人一定还有经历 这个经验 那这位弟兄去那是如何呢 他到哪里去了 有一天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是土宅业 杀猪的人 说我家里面很忙了 你回来帮忙吧 所以他跟我讲说 那牧师我必须做到这个时候 我必须回家去 我说好啊 那你就先回去吧 好了他回家去 然后开始埋伏 哇他的生命的改变 家里面也都觉得 真的是很奇妙 可是要知道 他的朋友在哪里出现 就在他的周遭出现 也就是在他的猪肉摊边那出现 所以他的朋友跟他来往 起初他还是排去这些事想 可是后来他经不起诱惑 他又开始洗脱了 所以他又被关进到我们去 我们会觉得 哎呀在周遭这些人 我们看见了他的生命有了改变 有了经历 可是这个改变 这个经历 对他来讲 事物并不是完完全全的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 经历生命的改变 这个改变 是必须要彻彻底底的改变 你可以在马可福音第十章 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少年官 他是一个做官的少年人 他跑来求耶稣 你知道少年人 他的学识一定很高 这个少年人 他一定很多的经验 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说 请你告诉我 怎么能够进入天国 我在想他一定也是常常思想 我该怎么样的去做 怎么样的去预备 所以他说 他跟耶稣讲 他说 我从小我就谨守律法上面规定 我循规道具 我封工手法 我无论在什么场合 我都一定是照着 我应该有操守 我来做这些思想 所以主耶稣 我现在请教你 人如果都做好了 这些的事情 算是一个大好人 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人 那么主耶稣 那我们请问 我怎么样能够进入天国 你想耶稣告诉他什么 耶稣说 你去变卖你所有的 你去变卖你所有的 然后你来跟从我 耶稣只是提两个条件 卖到所有的 第二个是来跟从我 我们或许会想 耶稣难道你那么缺钱吗 耶稣不缺钱的 可是耶稣为什么要他去卖所有的钱财呢 圣经上在最后的一句话说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他的产业很多 所以耶稣告诉他说 你去变卖这些 你去变卖你所有的 他一听到这个 他难过 他说 我的心是意念 我不得罪人 我不跟别人有些什么瓜葛 我今天有钱 这是我的 我应该要守住他 你想 这个少年人有没有错 师父也没有错 他又不偷又不抢 他照着法律 照着合心合理的 他得到这一些 可是耶稣告诉他说 你去卖掉这所有的 然后呢 他说 你来跟从我 这个少年人 圣经上写在 他悠悠愁愁的走了 悠悠愁愁的走了 圣经就到这边 就画上一个句点 然后就讲另外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 你会怎么想 我 我的想法 我是说 耶稣 你总会做这件事情 一个少年人来求你了 来问你了 然后你进来 让他悠悠愁愁的走了 你不会说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打个商量好了 我们商量商量 看看你该怎么办 或者说 告诉他 你先去上我们的木道班 或者告诉他 你先去我们的青年团期 我们可能会用这些的方法 可是耶稣想 你如果钱财挂针 你永远没办法改变 如果你不肯来跟从我 你永远不能改改变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或许我们说 我们每一个礼拜我都来 或许我做奉献的事情 我们也支持 不管是三万件堂的 这些奉献什么 我都有在其中有份 我在神的面前应该可以了吧 可是耶稣说 如果我告诉你 你肯来跟从我吗 我都心没忧愁 哇 跟从耶稣 好苦啊 跟从耶稣 可能这个没有 那个没有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 你如果要改变 要改变 那么你就必须 照着神的话语去做 你看 耶稣 当他惶恐害怕的时候 摩西说 你当刚强壮胆 可是你当刚强壮胆 好像只是一句书 告诉他说 你要刚强你要壮胆 摩西告诉他说 你要遵行神的话语 照着神的话语 你愿意去做 那么你就 神里还会帮助你 所以我们看电视的少年观 他悠悠愁愁的照顽 弟兄姐妹 或许我们说 时候会到开门 十年二十年以后 这个少年人他幸福了 甚至少年人他改变了 很多这样的例子 有的人在台湾就是不信耶稣 绝对不信耶稣 可是去到美国以后 哇 他生命就整个改变了 我们真的 有的时候会说 神啊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真的看不懂啊 可是上帝却告诉我们 当我们什么时候 顺服神 当我们什么时候 照着神的话语的时候 生命一定会得到改变 我看就在马可第十章 在马可第十章里面 还有另外一段记载 另外一段记载呢 是讲到这个瞎眼的巴迪们乞丐 他在那边求耶稣来帮助他 这个乞丐他耳朵非常的灵敏 我们这个月 伊甸残账基金会 他们来我们这边做排列 他们已经演唱过了 昨天他们演唱会已经去行过了 他们在那边排列 你看他们在那边走步 我觉得很惊讶 只是地上放了一条线 那个线只是突起来一条线 他们知道他们该怎么走 该怎么唱 哇很厉害 那他们的耳朵是非常没名的 也非常没名的 他们知道他们在在哪里 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 所以他听了耶稣 他的心里面产生了一个念头 我要去认识耶稣 我要来到耶稣 所以他听闻耶稣来到他们的这个城里面 耶利哥城 这是看那个马可第十章 知道耶稣要来了 他做什么事情 他立刻反应 他立刻大声的呼叫 在神的面前 他求神来祝福 来帮助他 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 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 他大声的喊 哇很多人在边上高潮说安静一点 不要这样扰论社会秩序 你不要这样扰论 你不要大声的叫 他听 他已经听到了你还喊什么 他就是更加的大声 在神的面前喊叫 当然耶稣有没有听到 耶稣听到了 说把他带过来吧 耶稣带过来 耶稣第一句话问他说 你要我能为你做什么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要神为我们做什么 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会求神 我们看见了这个瞎眼 你给我钱财没有用 你给我房子我也不知道房子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他长得是丑 是坚持缘 不知道 他说我要能看见 我要能看见 在他的心里面 他知道我的改变就是我要能看见 感谢主上帝给了他这个答案 神医治了他 让他能够看见 能够经历上帝的一切祝福 所以我们看见了 这个瞎眼巴迪迈 他的生命改变了以后 圣经上告诉我 他立刻跟随了耶稣 跟着耶稣走 也许他不知道怎么传福音 也许他不知道怎么福音示虑 他不知道什么 他不过不晓得 但是他说我跟着耶稣 只要跟着耶稣 别人会怎么看 耶稣后面那个人是谁 他们说那就是瞎眼巴迪迈 哦 他瞎眼巴迪迈 他怎么能找那么快呢 原来耶稣移植了他 所以耶稣的名声传扬他来 因为这个瞎眼巴迪迈 他愿意跟随这种 感谢神 神祂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他要让他们一个人的生命 得到一个大改变 像我讲一个小故事 不管他是真的是假的 航空公司 都一定会找到很多的空中小姐 那空中小姐 来了不是马上就可以上飞机了 他们要经过训练 他们在一个训练的训练会上面 那今天的课程是什么 是怎么样帮助乘客 在紧急状态下能够逃生 好了 题目是 有一架客机 在这个时候降在海面上 还没有沉下去哦 这架客机降在海面上 他说你们要怎么办 他们说 赶快啊 开门吧 让他们出去啊 好了 他说他们把门打开来了 然后呢 乘客害怕 哇 从飞机上 你知道从飞机上往下看 那也有一两层楼高 我哪敢下去 不敢下去 他说那个有滑梯 你就把他讲 不敢不敢不敢 所以 你们会怎么办 这时候 这个 有一个机站 驾驶员 他见识多广了 他对这些空中小姐说 如果你们碰到的是美国人 你要怎么说呢 他说 你要告诉他们 这是冒险 这是冒险 那知道美国人 在这个冒险的事情上面 他们是很愿意的 好 那如果是英国人的话 那我告诉你 你最好是告诉他说 这是荣誉 是荣誉 是荣誉 好 那如果是法国人的话 他说 哎 你告诉他下去有 是非常浪漫的 非常浪漫的 是很好的 然后呢 他又说 如果是德国人的话 那你可不能乱说话了 你要不要说说 这是规定 这是规定 口感流言 德国人的作风 他说是日本人的话 人简单 这是命令 日本人就是命令 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 空中小姐看了一看 他就很疑惑地问他 他说 说冒险 说荣誉 说浪漫 说规定 命令 或许 但是我碰到一群台湾人 怎么办 不会 好 这个时候 这个机长笑一笑 他更容易 他说 你只要告诉他一句话 有接近嘛 他说 这是免费的 这是免费的 你可以看 台湾 不管是百货公司 大卖场 如果接上免费的 半夜都有人排队 两天前都有人排队 他就觉得我要得到这个 可能得到就是一小碗 不能得到就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但是他就是要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见吗 你的态度 会决定你的道理 你怎么想 你就怎么得 今天你的生命要改变吗 你说 改就改吧 上帝要我改 我不得不改 那你如果是这样的态度的时候 你的态度 你会得到一些摇摆不定的事情 你说你要戒毒 好 你戒毒 戒毒 好吧 就是这样的 你把毒品拿走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生命要改变是要彻底的改变 在神的面前依靠着神 我们需要去翻转整个的思想 不错 这个世界有许多的软 有许多的软 下面我把它分成 我们可以看到的 有四种软 第一种是罪恶的本性 罪恶的本性 我们知道 当亚当 罪恶了以后 人与神就成为一个敌人 中间的隔断就有一个组合了 我们没办法很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从 顺从自己的失欲 被各样的罪恶所玷污 从 在罪中伤害别人 也被别人的罪恶所伤害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各自各样的罪 各样无其不有的罪 很多很多的事情 有一些的人真的会觉得 我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情况 有的时候人跟他讲跟他劝 他就是不肯相信 不肯不肯去接受这些事 所以求主真的帮助我们 今天为什么人会软弱 是因为罪 因为罪 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第二种软弱 是因为苦难 世界有苦难 对不对 我们如果把它缩小 有人的地方就有这样 就有苦难 对不对 今天在很多的苦难的当中 我们会觉得 这是神 那么神他既然命定了 那这个世界就是苦了 就是苦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看到了有天灾 我们看到了有疾病 我们看到了有人祸 我们看到了身体的 心理的 精神的 还有社会的 各样各种的患难的疾病 来到人身上走 有些车祸 你想都想不到 竟然他会这样发生吗 不是最近有一个妈妈 跟他的女儿要到墾进去 结果被车子追转了 车子翻过来 他的妈妈先爬出车外 问女儿说 你还好吗 女儿也回了几句话 这时候另外一辆卡车 开了过来 走过去 结果妈妈被带走的生命 我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来发生 在这个世界 无奇不有的苦难 会在我们宙上不断 不断的 这是第二种 那第三种呢 我们要谈的是死亡的咒诺 今天人 对于死 有的时候真的是无奈 有的时候对于死 会觉得 我该用什么方法 所以秦始皇要去派人去找 成生不老药 今天有这样的东西吗 人活在世上 在创世纪神说 最多最多到一百二十岁 我们教会最高年龄的是一百零一岁 现在的一百零一岁还活着 是我们的马伯母 他在神的面前 仍然是在那边 很耳朵木鱼的 他仍然是爱神 那我们看见了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不论是财富多大 不论你的成就多高 不论你的功名如何 或者是说 我家里有亲情 有爱 有智慧 因为信仰 各样的事情 死亡一来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真的不怕 所以世界上有死亡的咒诅 这件事情 真的我们没办法去面对这件事情 还有一种 第四种 也就是 撒旦的攻击 撒旦就是魔鬼 魔鬼他利用各样的方法 各样的情况在这边攻击 美国 或是发生 一个教堂里面 拜论了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的人 对一个人 开枪 掃射 离开了世界 我们会觉得 哇 为什么有这一件事情 要发生 求主 真的帮助我们 世界有罪恶 世界有苦难 世界有死亡 世界有魔鬼 他在这边 要不断的来攻击我们 我们在神的面前 真的求主来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能够来 经历这些的思想 好 下面有段经文 我们可以看 好 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来 请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留下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留下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忧愁 这个平安是怎么来的 神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今天世界没有平安 世界有苦难 世界有死亡 世界有这个有那个 可是上帝给我们一种平安 不是钱财可以买的 今天这个平安 不是保险公司可以给你保证的 这个平安在你我的心里面 神给我们这种年纪 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我们经历到神所赐的平安 我们得到这些平安吗 生命的改变 就需要有这个平安 生命的改变 需要让耶稣 进入你的心里面 让祂来 在你的生命 来扶持你 来承受你 那我就进一步的来谈一谈 什么叫做福音 今天我们把福音简单的来说 我们来看看福音 第一个我们认为福音 福音的核心是谁 是耶稣基督 福音的核心 它的最中心点是耶稣基督 换句话说 今天教会的最中心点是什么 是耶稣基督 今天说基督教的中心点是什么 是耶稣基督 所以圣经能告诉我们 如果不肯承认耶稣是基督的 耶稣是受告者的 我们说这个人 这个教会 或者是这个团体 他就是一个异端 今天在神的面前 无论到哪里 到美国 到西班牙 到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都必须承认 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福音就印证了另外一件事情 福音的事实是什么 印证了人人都有罪 你说基督教如果改变一下 把这句话删掉 那这个删掉的话 很多人会到教会里面来 可是事实上 没有办法去删这句话 今天在神的面前 人人都有罪 人人都有罪 求主帮助我们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来经历到神对我们的一些改变 神对我们的帮助 第三个 我们谈到的福音是一个好消息 讲到的罪 神也给了我们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是什么 十字架 十字架的救赎 十字架上面的救恩 因为耶稣基督 祂在十字架上面 为世人有些生命 当你能接受 你的生命 必然会有所改变 你的生命 必然会经历很多的事情 在欧洲的大复兴 曾经当时候很多人都在矿坑里面工作 他们产生了一个问题 一个问号 他们回来问牧师 他说牧师请教一下 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的驴子不听我的话 他说在矿坑里面 他们摸那个食指 我只要踢他一脚 他就走了 我打他一遍 他就走了 他说为什么我信了耶稣 他们竟然不听话了 牧师笑了一笑 告诉他说 的确你信了耶稣 因为你的脾气改了 因为你的观念改了 哎呀 驴子不是用踢的 要好也很好 好也说来走吧 工作吧 很多的事情改变了 今天生命上的改变 必须有一个生命上的大改变 你翻转过来 你翻转过来以后 你在神的面前 你要经历到十字架的救助 我不知道我讲过没有 过去我讲到的时候 我常常会讲 你的生命要改变 要经历三百六十度的大改变 三百六十度的大改变 请问三百六十度是怎么改变 你转一圈还是回原点 对不对 转一圈还是回原点 三百六十度 哎我想对啊 我为什么这样 所以我可能也要改成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 今天在神的面前 神要帮助你一百八十度的 祂不要帮助你三百六十度的 你过去是如何 你今天要改变 改变以后 你还是回到如何 那我就不改了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福音是带给我们一个好消息 还有福音带给我们一种信口 当我们肯承认我们的罪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一切的不义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神应许我们 在哥林多罗书信里面说 旧事以后都变成喜乐 还更应许我们 在约翰回音第一章 他说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让我们成为神的爱女 神每一件事情 他都照着他的应许来做 其中就是我们必须要接受 神爱女 神为了爱我们 今天不管我们犯了多大的错 不管我们犯了多么微小的错 我们在神的面前 因着神的爱 成为一个心大的人 所以福音是告诉我们这个信号 你紧紧地握住这个 神必然会祝福 那第五个就是福音的大 福音的大 他能够翻转你的生命 让你有所改变 你看彼得 彼得是三次否认主的人 彼得是一个很外向的一个人 可是他回过头来 他站起来 他讲道 他说你们害了耶稣 你们钉死了他 所以当彼得讲完道 众人觉得砸心那一天晚上 有多少人信主 三千人 三千人 他的生命的翻转是那么的快 你看保罗 保罗到大马社区要去抓基督徒 那当他要去做的时候 他说神的路上遇见了他 他说马上怎么样 帅家了 他知道我所逼迫的 原来是耶稣 他信了主 他进程 他告诉别人 耶稣爱你 谁会相信啊 你是要来抓我 可是他的生命影响 神说你们不要这样怀疑他 因为我是兴起他 在外邦人中做使徒的 神祝福了保罗 所以圣经新约 一半是彼得写的 一半是保罗 用他们的生命在哪里写的 求主这个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福音是一个大王 他可以翻转 翻转很多的人在生命里面 张经义他是一个穷穷作恶的人 他是一个贩毒的人 可是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辅导员 一个上面的辅导员 这中间有很多故事 让他成了一个辅导员 他今天在辅导员 他辅导到一个地步 他的学生在篮球上打球 那外面的人 你要来打球 有没有人起了政治 所以他就去帮助他们 你们不要欺负我们的上面的人 他说你是谁啊 我是辅导员 什么你是辅导员 你是流氓头子 所以打电话给警察局 警察局把他抓住警察局下 他说你说你是辅导员 他就问他你愿意做吗 他愿意在神的面前为神埋服侍 我们大家多祷告 我一直期盼能够邀请到张经义 来我们的当中 来跟我奉导 因为他是我们的同学 懂事的一起同工的同工 所以盼望明年 我们有机会能够邀请他来 好 那我们看见了生命上最大的一个祝福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福音的行动 是什么 是爱 福音的行动是爱 今天基督教能够让人称赞 基督教能够让人夸口 我们说因为是基督的爱 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他先爱了我们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去看见福音的大能 在很多的时候会让我们生命有一个分转 真的大大的翻转 他会改变你 让你在神的面前去经历 你看彼得 当他翻转了以后 他的生命翻转了以后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喂养我的小羊 然后我不知道耶稣在什么情况之下 耶稣又说 我告诉你这个人 他可以活到长远远的 久久远远的 那彼得 你为了主 你可能活到二十岁 二十三岁 二十三十岁的时候 你就会被抓去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 你知道一个活九十多岁的人 跟一个活三十岁的人 你想哪一个子啊 人而要选择那九十岁 可是圣经上 刚刚却没有看见彼得说 主啊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是那样 没有 他的生命因着主 他得了一个大的改变 所以求助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经历这福音的大改变 好 下面很快的 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全备福音 这是附带的 全备福音有五个程式 第一个是阴性成义 第二个是病得已知 第三个是圣力充满 第四个是信徒承认 第五个是左鼻再来 好 盼望 我们把这五句话 背在头脑里面 人家会问你 什么叫做福音 当然你可以讲前面的 但是你要说福音是 因性成义 今天不管做什么 你必须因着性 因着性 你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因性成义 第二个呢 是谈到病得的医治 这个病 我们一听到病 大概就是住在医院了 或者是生病 没有错 可是这是生病 可是当你生 还有什么 心 还有什么 灵 生心灵 会不会生病 有的人肉体很好 健康的要命 可是他的心灵被压制了 受到逼迫 受到苦毒 他真的没办法死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生心灵 当然神会通过身体 有医生的来祝福 但是神也告诉我们 今天心灵 我们在神的面前 也要得着医治 所以现在很多神学院 都开这样的课程 心灵辅导 在各样的课程 来帮助我们的医治 这是第二个 病得医治 第三个是圣灵充满 今天圣经上告诉我们 当我们得到圣灵充满 我们无论往耶路撒冷 犹太前立 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都做主的见证 圣灵会帮助我们 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 圣灵会提醒我们 在很多的情况上面 要得到圣灵充满 第四个 信徒成圣 成圣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当然也有些的教会 把这个变成是一个诅咒 什么 所有人看什么 都先要谈到成圣 可是今天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成圣 是因为过去 现在 将来 过去现在将来 当你在神的面前 经历到神的救赎的时候 你今天被改变了 请记得 你必须持手的走 这条改变的道 在神所祝福的这条路上面 去经历 不要因着你的生命搬返过来 或者一些挫折 你离开了神 在神的面前 因着神有一个信徒成圣 还有第五个是谈到了 主必再来 主必再来 这在圣经里面 不断的提醒我们 当耶稣在使徒行诞 被提上升的时候 祂说 你能看着祂走下去 祂还要怎样来 圣经上应许我们 主来的日子静 我们必须谨慎 不肯停止聚会 所以我们必须谨慎 在神的面前 什么时候 随时随地 主都可以再来 求主帮助我们 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主轴 他们说 这是一个信仰的五个层次 当然 有的人把它分开了 变成六个 有的人甚至把它分开 变成九个 不管是多少个 我们离不开这件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全被的福音 在神的面前 要特别地注意 好 那我们很快地看下面一点 当如何 当如何 那我们就直接用叙述的方式来说 好 第一点 放弃自己的虚伪 与人为的努力 我们必须放弃这个 好 再下 用信心与基督连结 以靠他死里复活的能力 活在神的恩典中 充满喜乐的和人分享 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让人认识到他也能用信心 经历神的慈爱与能力 所以信仰不是自私的 信仰是要去能够分享 能够让人能够看见神他为祝福 所以当我们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能够分享给人得到神的爱呢 基督徒经历到神的爱 这个爱就能够分享 彼此之间分享 好 第二点 温柔而充满爱心的进入生命的返礼 好 下来 认识别人的生命中 真实的软弱 不论他们 而是为他们的软弱 持续的为他们带到 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要去忍耐 我们要去包容 我们要去关怀 等等这些事情 好 第三个 我们要接受福音神学的装备 清楚而简洁地与人分享福音 以福音的内容安慰鼓励劝人 在他们的软弱中 学习用信心与基督连结 以靠他的恩典组建成为刚强的人 这就是说你必须装备 什么地方是最好的装备呢 可能就是你的主学学校 可能在教会里面都有主学学校 那我们就必须去参与到主学学的联系 不管你参加什么班 在这个班上 当你去听 你去了解 那么我们就可以接受到很多很多的祝福 好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与教会的牧长 小祖同工 关怀同工 专业关怀者 以及其他的专业人士配他 好 这下来 在教会形成一个绵密的 相互关怀的平静图社区 在社区形成一个平凡的相互合作的关怀网络 靠一个人不能做什么 可是当我们两个人 两个人就合成一谷的神圣 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就可以去反馈 所以我们必须彼此的配搭 这边提到了牧师 提到了同工 上面应该少讲 你的团契的同工 团契的主席 还有很多的层次 都没有这些怎么办 我们一样的 我们可以两三个人 同心 同心的祷告 同心的来施工 都可以去帮助 好 第五个是持续的接触准备 更多认识各种不同软弱的特质 需要用更敏感细腻 以同理的态度与方法 将福音传给这些不同软弱中的人 所以圣经上有告诉我们 用各样的方式 劝责人 教导人 为了要把人家 领到神的面前 神祂是这样的来祝福 来保守 好 让我们能够去经历这些事项 好 来我们看下一个 来一堂来读 请 要常常喜乐 因喜乐会带来满味 喜乐的心是良药 对不对 你喜乐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边上的人 他是火药的 对不对 我们要有常常要有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要补助地祷告 因祷告会带来能力 你不但白天要祷告 晚上要祷告 周三的祷告会你要来参加 周五的进食祷告要来参加 你说除了这以外 我就不需要祷告吗 你需要随时随意的凡事谢恩 凡事在神的面前感谢神 神必然会祝福的 好 再来 第三个 要凡事谢恩 因感恩会带来能力 感谢 感谢神 感谢神所赐予你了 感谢神所作为了 感谢神 有时候感谢神 好像神啊 你并没有完成 没有完成这个事情 我们要为这些事情 你看玫瑰花有没有刺 漂亮不漂亮 但是它不是漂亮 所以有时候我们为这些不如意的 不顺畅的 我们还是需要感谢 所以要喜乐 要祷告 要感恩 对不对 有一首歌 你知道我们会不会唱 来我们看下面一段 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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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十二节 弟兄姐妹 请注意 不是只有这些事项 十一节前面还有好多的话语 十二节以后还有好多的话语 中要有其他 在昏蓝中 要有人 套到有很前 正是 在少期的时候 他们唱的这首诗歌 真的提醒我 这是神的话语 阴晴不可懒多 心里火热 常常浮射住 在脂肪中 要洗了,祷告要喊善 上面三句話怎麼說? 要喊善洗了,因洗能會帶來能力 要不住祷告,因祷告會帶來能力 凡事些人,因感恩會帶來能力 你相信神可以把你這樣翻轉過來 因為你醒了 當你祷告的時候,神會把你翻轉過來 當你感恩的時候,你會經歷到神,會把你翻轉過來 好不好,我們一起祷告